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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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上没有完备 或者认为他所生的疾病 跟细针化学物质没有因果关系 再来就是C类 C类是没有明显的外形疾病 这个部分因为现实现在 他的身体健康没有办法任意受到损害 所以这个部分就安全不会 你们这发的多少 C组的多少 那总继才24 C组才6个 我们的会员里面呢 我们的这一批 A组 A组的 10个人 只判了10个人 然后总金额是1470万 B组 8个人 2,070万 C组 6个人 1,930万 总共判了24个人 5,470万 所以刚刚他不敢讲 我们在107年的8月 经最高法院判决 确定262个人获得判决 246个人经最高法院 废弃原审判决 发回登审 今天判决 原告 我不知道是算胜诉还是败诉 其实以结果来讲 根本就是 我觉得 我认为是白事 用比较白的话讲 就是C组都输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我们当时候对于这些劳工 如果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那么他家属来告 叫做A组 如果有生病的叫做B组 如果他虽然没有离病 但是他精神会受到压力 会有担忧 那么他的基因可能会受影响 我们叫做C组 那这个C组的部分 他判我们有200多人 他判24个 其实都不是西组 我们有许多的人 不能够活着 看到赔偿 享受更好的医疗照顾 现受害员工及其家属 身心严重受创 我们一致认为 RCA GE Technical Thomason 这些公司 应该要有惩罚性的赔偿 以抚慰 我们所有受害的员工 这些赔偿 甚至无法填 继续的医疗费用 纵使花费的庞大的医疗费用 也不是每一位受害员工都有条件付援 有关基因的部分 我们请了台大工卫学院的正尊人教授 他有来说明 他说明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在 有基因毒性的物质 暴露下 不管多久 不管他尽量多少 都会对他的基因 产生突变 这个基因的突变 要经过两次才会致癌 那你如果只有 你硬气比较好 只有一次 可能不一定会致癌 但是你就有比较大的风险会致癌 你就比较大的风险会生病 那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在原来的一审二审 也许没有讲清楚 在这一审法官 以及我们请了专家证人 双方请了专家证人 应该很清楚 可是我们要说 我们对这样判决结果 对于劳工 对于这些受损的 身体健康受损的人 是不公平的 我们认为这样施法的判决 是保守的 是没有前瞻性的 这样的这些法官 事实上没有站在 一个公平的立场来判断 因为现在的以前的科学 可能也许还没有尽到这种程度 或者原来也许没有 讲得那么清楚 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以后 还是这样判 从去年RCA二军在一审的宣判里面 我们很清楚知道 地方法院以及面对我们专家学者 准备了越来越充分的关于工人健康权 关于这些次细胞损害 还有我们身心健康的维护的这个权力上面 准备了非常充分的论述 去年二军的地方法院也已经采了 这一组这些人 我们在过去几审 大家本来都有判决金额 对不对 其实你们都曾经拿过判决金额 有个数字 法院认同我们过 那没想到上诉到 从最高法院发回来 高等法院还做出了一个 让我们这么失望的结果 判决不报 A组B组C组 就是包括C组都判决 所以我们才会说 那这样应该 这边有机会 我们当然会这样想 应该有机会 那因为这个案件 在进行的时候 这个更衣审的高院 有关的证人是在这里问的 反而二军的一审 就是地宴 是调他的券来看 去影印他的券 所以我们想说 他看券就认为我们赢了 那这个亲自亲道的专家证人 应该也会判我们赢吧 当然各自法官有不同见解 不过当然我们会这样想 刚才11点宣判的时候 我们面对审判长何怡婷 在当庭的时候 好像对于判决金额 迟迟不敢说出口 我们非常疑惑 我们应该是赢了啊 赢了为什么 没办法公布判决金额 有很多的媒体跟会员 在跟我们一起等到现在 现在是一点整 下午一点整 刚刚法院才明确地说明了 我们今天的判决的结果 以及理由 在受害者的运动里面 我们从来不心存侥幸 可是我今天居然犯了这个错 我以为我们会赢 当我们知道这个答案之后 彻底的打击了 我原来的相信 这20年来 我们过了 遇了很多很多的关堂 我们 起起伏伏 高高低低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 最强最强的动力 我们说对不对 对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 突破了所有的难关 走到现在 20年 将近30年 我们当时候说 这个永不妥协 可不可以就停了 有可能吗 有可能 所以今天 站在公安协会的立场上 我们还是要 与各位 一起争取下去